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薰时间 那礼拜五的早上刚才听到的 这首Sindy Roper是特别为了 我们今天的来宾所打造所播放的 因为她最近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做真实色彩 True Color 那事实上Sindy Roper那首歌 一直是对很多女性 就是在追寻自己的真正的自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首很女性的歌 所以她的打扮 她打扮其实也很实 很鲜艳 对很鲜艳很自我 那我想我们今天现场的优席夫 大家都叫优哥优格 也是这样那个人 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你来欢迎欢迎 是主持人好来说好 我们好久不见了 对呀我刚刚就说 你看我们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 是你才回国没多久出第一本书 对那时候好像2016217 而且我刚刚主持这个节目没多久 是不是我是2017还是2020 2020没有很久 很久吗 OK好总而言之是很早很早以前 那那时候我就不 我后来看到你的发展 我不断的觉得我自己呢 真的是很有先见之名 我有世人之名啊我真的觉得优其夫很棒啊 因为那时候你刚刚回国 但是我看到你的画作充满了生命力 我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那种高跟到大西地 也像也像 画了一大堆呢 那个时候大西地当中的那些原住民族 那他动你他那个色彩 然后呢包括他对自己的自我的解放 跟他过去的画作 完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你那时候画作给我这种 非常非常震撼的感觉 讲老实话高跟他也影响了我 在颜色方面因为真的吗 高跟他本来是他是法国人 那他旅行到了大西地之后呢 那受到当地的影响 甚至爱上甚至留在那个地方 那刚好他接触到的这些 都是Polynesian Polynesian 希腊人 那你们知道吗 经过科学家 语文学家还有DNA的鉴定 所有南岛的族群 都是从台湾分支出去的 其实他们就在画台湾 OK 颜色 所以高跟是学我们的 所以我在看他的东西的时候 啊 OK 所以很容易理解跟感动 对对对 这些都是阳光底下的颜色 而且是Polynesian 或是原住民的这些食材 大自然的颜色 诶 你这样讲也刚好 因为你说高跟他流浪到了大西地 然后呢你流浪到了 英国去 对到爱丁堡去 我们讲话 对对对不对 他从欧洲 我从南太平洋 我从南太平洋到欧洲去 对啊 所以你也就是重新认识了自己 因为我真的觉得 优希夫很棒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访问他的时候 你就是等于是回到台湾来 但是你是在国际之间 大放异彩的一个艺术家 但是过去这段时间 你又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我刚忘了介绍他有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金钟奖 金钟奖自然科学集 人文即时节目主持人奖 我说这有没有太过分了 你要抢我饭器 不是抢成这个样子啊 哎呦这个完全是玩票性质 无心插流 真的无心插流 就拿到一个主持人奖 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拿到这个奖 因为事实上主持 这个主持是我第一次接主持人奖 第一次就拿奖 看是谁 我完全 其实这是玩票性质 因为国家地理频道的制作单位 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在想啊反正可以啊 到很多的小岛去看一看 虽然还有很多啊就是 技术上要克服 包含我的就是国际语言 因为我的国际语言是生活英文 那这种就是比较学术的 所以他的南岛是真的 所有的南岛文化 所以我们去我们刚讲的 串起玻利尼西亚等等这些 哦对那就是这些 东重复活节道 西道马达加斯加道 南岛纽西兰的毛利人 北到泛太平洋的大西地关岛 夏威夷 都经过这些科学家 原学家定议的鉴定 所有南岛的族群 就是从台湾分支出去 嗯嗯 我在想哇这个很有意思 对这真的很有意思 当结果来的时候 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I'll do my best 嗯嗯 never try never know 所以我就抱持一个旋 学习的好玩的心态去接了 那就 不小心入围就得獎 就不小心得獎 真的是太过分了 好 哎但你们真的拍完了吗 拍完了 地方 呃什么 那么多地方哎 你们都走完了吗 呃大部分都走完了 那很不简单啊 那你疫情期间怎么办 疫情期间我们就没办法飞嘛 啊 对 其实这件 疫情 其实这件 呃这个拍摄呢 在疫情前我们已经拍了 那本来要继续拍其他的岛屿的国家 因为疫情的 呃关系啊 就就停拍 所以就只能拍到三集 哦 这样子 那接下来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拍嘛 对不对 我们就交给制作单位去去策划 那所以当他们要征召的时候 那我就 啊 就不设限就是了 我觉得这点是很棒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优席夫的故事 因为我有点忘记我们当初聊的时候聊了多少 就算我们的听众朋友曾经听 我觉得也可以重新再来温故知心一下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聊的时候 说你以前 去唱歌 对不对唱歌 然后你碰到挫折 然后远走海外 但我不记得我们有聊到说你是游七公哎 是这样子 我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说啊你是游七公 那时候一开始还不是直接跳到做画 No no 还先当游七公 所以你会再讲一下这 其实小的时候我五岁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我小当歌手 但是这条路走的不是很顺遂 所以我就流浪到英国去 那也我就把就是这个故事说短话 那到英国去的时候呢 我也不是马上当一个画家 那就是华人到那个地方 最好找到工作第一个是到餐厅里面打工嘛 第二个就是打零工 我的手又有富贵手不能碰洗接近 所以我就选择临时工的游七公 那我会想到这个当游七公的时候 其实在奠定我后面成为画家的基础 对 你看蓝轩 艺术家跟游七公是不是都要用到笔刷 是真的 是不是都要用到颜色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其实那个最难熬的这个过程 其实要奠定我后面成为画家的基础 那也因为有一次到希腊的造访 梦中梦见蓝色的天使来 教导我就是绘画的技巧 还有关于颜色 但是你他那个天使来之前 你的游七公你是真的乖乖的去游七公 还是已经是属于那种很很灰洒的那种游七公 熟能生巧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小心翼翼的嘛 但是甚至会会画错 但是几年之后三年之后 其实颜色的调和啦 还有运笔的这个 其实慢慢慢慢的被造就 真的吗 那个梦境又把我推了一把 ok 我只能讲超自然经验 那回到 那你说那个天使 有跟你说什么吗 还是只是一个 有有有 picture 有 那个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 那个时候梦中就说 Hey Jamie 我的英文名字叫Jammy It's the time time to paint 时候到了 有画画 就了起我的手在梦中 怎么使用笔刷跟颜料 然后 这样子啊 然后呢 我眼睛睁开的时候 这些颜色跟天使还在 但是我的身体无法动弹 有点像被鬼压塌一样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动弹 等到我可以可以动弹的时候 天使跟颜色就这样子消失 我也忘了这件事情 有一天 我就开始 新手拈来的画了一些作品 刚好房东经过 嗯 在宣传看到我的作品 那就 就邀请 我的作品到他的客厅 他又办了一个party 帮你办了一个party 不是 他自己办一个party 英文街的party 因为他是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财政总裁 那英文街里面他的朋友 又看到我的作品 那我就这样子被 我的作品被博勒发现 就这样子进入 我从一个诗艺的艺术家到落魄的游戏工 诗艺的歌手到一个 诗艺的歌手 然后到一个落魄的游戏工 作品不小心被博勒发现 就一路画到现在 你第一幅画的画是什么画 Kiss you everyday 那个是一个很性感的一个嘴唇 是这样子 刚好是有一个 有一个男朋友 他想要在情人节的时候 向他的 就是女朋友求婚 所以就买了这件作品 后来有没有求婚成功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这件作品 就是我买出去的第一件作品 叫Kiss you everyday 文明每一天 OKOK 这个其实外国人满满浪漫的 所以他们对一个来自于东方的 然后一个 他们知道原住民是什么吗 那个时候你 你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其实刚开始 2010年之前 我画的都是西画 因为我的环境 你是用油画 油画 像加克力 对不对 其实粉彩都有 都有 就是什么 什么材质都用 2010年之前 就是我画 我都是画一些动物 帮人家画肖像 还有 别人指定你画什么样子 对 那后来呢 我开始在画的时候 在画原住民荡代艺术 那个时候 严先生鼓励我 我的恩师原长寿先生 严长寿 OK 你不要再画西画了 因为你不是西方人 你画得再好 也画不如人家的灵魂 他鼓励我 重新回到根部 画自己的族群 那个才有温度 才会感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 毅然皆然的 把我的西画风格 就变成原住民当代艺术 那我发现我的原住民当代艺术 那我发现我的原住民当代艺术 在那个地方 还是一样很受欢迎的原因 是因为 第一个 这些艳材的颜色 他们都很习惯 而且他们说 the colors from paradise 就是这个颜色 从天堂来的颜色 因为谁不喜欢 把快乐的颜色 带回家 是 那第二个就是 我画的又是比较当代 比如说 我画的是传统的祖福 女性 但是他们都是拿手机 再开始讲电话了 那比较当代性 所以他们就看得懂 原来 我的作品 也虽然是原住民的主题 但是我里面的 这些issue 还是以就是当代的一些生活 的一些观察 那因为我那时候在讲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公社 在或者家里面 用餐的时候 大家都在滑手机 那我在讲 我在讲这个有趣的现象 所以 暴露的人看得懂 亚洲人看得懂 然后世界人也看得懂 所以我就发现 其实你只要有创意 那主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语惠 其实都有机会被 被认识 被接受 嗯OK 就像是这本书 叫做真实色彩 所以等于是优席夫 从成为这个艺术家之后 就是你很棒的 就是说你 你回过头来 就是自己生长的地方 那寻找自己的根 那同时 你也从来不给自己设限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呢 我们接下来要聊 包括他可以成为一个 纪录片的主持人 然后呢 还不止说自己在国际的 这个话坛上面 大放异彩 就包括回到部落里面 就要就是 就是等于是鼓励 他们学母语啊 做这个艺术创作啦 等等等 其实嗯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把这个 你自己的文化跟 所谓的主流文化有一些 串联跟沟通等于相互了解 对不对 是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 好回到来宣时金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啊 所以你是自称阿美族艺术家 野生艺术家 野生艺术家 真的是啊 就自我放生就是了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生的 所以我自嘲是野生的 但是有机无毒 哈哈哈 我真的发现奇怪了 严聚朋友真的都好会讲笑话 你们都好幽默 这是天生的吗 因为我刚刚讲说 他跟几年前我认识 他都没有变啊 就是小鲜肉 他说对小鲜肉 新鲜的腊肉 现在 以前是小鲜肉 现在是 虽然是变成腊肉 但是还是很新鲜可口 哈哈哈 对啊我就觉得 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天生的 大部分 有没有说哪一个族 特别会讲笑话 阿美族 真的吗 是阿美族 阿美族 因为民族性 我们比较 比较外放一点 有点像西 就欧洲人的西班牙人 我们很吵 但是我们很好玩 然后也很幽默 比较比较热情 外贤一点 啊 因为我刚刚问那个 尤其夫说他是不是 回部落去 然后鼓励他们学母语 他说是学美语 阿美族的语 阿美族的语叫学美语 好吧 真的很好玩 OK好 那所以你到底是 怎么样开始做这些事 你现在是一半的时间在台湾 一半的时间在爱丁堡 对 你很神奇 你怎么会是活在台湾的 台湾长大的一个孩子 你竟然会怕热 哈哈哈 因为他说为什么是秋冬季节回到台湾 因为他怕热 所以呢去爱丁堡避暑是这个概念吗 其实我每一年 当那边英国开始要冷我就飞回来 那这边开始要热我就飞过去 所以很奇妙 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是怕热体质 一照就是照热体质 那另外一个我住在欧洲 待了大概二十几年了 那体质也慢慢习惯那边之后呢 我就发现我从台湾黑熊 就变成北极熊的那个体质 所以这个身体它其实会是一个环境 但是呢 我发现我为什么就是比较喜欢偏冷 是因为冷的时候头脑会比较清楚 创作的时候会比较能够专注 因为在热的地方你很容易烦躁 是这样子 而且有这种有这种这个人类社会学 或者说一些就是调查 真的是有把它牵连到就是天气跟创造力 没错 对对对就是说 所以天气冷的时候 其实你比较容易有工作效率之类的 你知道我在英国跟爱丁堡 我在爱丁堡的产量 甚至这边的就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个地方天气冷 你会比较能够专注精神也比较好 天气热的时候 你光是擦汗 这身体不舒服 你要怎么工作 对啊但是从这角度看 我就不得 由不得就是佩服起我们来 我们在那么热的地方 我们的工作效率还这么高 你乱讲 你是在你去房里面工作 也是啦也是啦 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 所以好 哈哈 是这样的没错 那我们在 好吧 在亚洲的确是比较辛苦 对尤其是在外面工作的一些 东南亚更热 对他们的更辛苦 真的吗好 ok 好 那所以你这样的两边飞来飞去 你看 尤其我笑得这么高兴 哈哈 好 所以你这样两边飞来飞去 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子的 生活的感觉 又像穿穿越 就每一年都会穿越 两种不同的文化时空 然后 呃不只是天气的转换嘛 对不对 还包括文化的转换 然后包括你可能 在里面你也扮演了某种 穿针引线的角色 其实你会觉得很好玩嘛 你可以有欧洲的一些生活经验 那你又可以在亚洲有这些活动 就是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我宁可当这个候鸟 因为候鸟可以看的很多 玩的很多 那是这样的关系 对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玩的很多的地方 我觉得 呃这个是一种 呃 这是一种祝福 因为呢 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话 你如果可以去看世界 我觉得这些很美的一件事 是啊是啊 所以我相信 内在 内在 我相信你一会问你说 你既然到了爱丁堡去 然后呢 也也受了欢迎 也降山了国际的五孩 你干嘛要回来 嗯 对不对 一定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吗 所以你为什么会要回来 然后呢 呃 扮演起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想法吧 我懂你的意思了 哈哈 是这样子的啊 我那个时候 人在英国的时候 很多人问我 你可以在英国过得很舒服 但是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今天是好几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最主要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我希望多多花点时间 陪伴我年迈的父亲 因为 爸爸要满85岁 妈妈要满80岁 那所以呢 我希望 圣父母亲还健在 不要等到 来不及了 才在后悔 这是第一个 陪伴家 第二个呢 是也想要陪伴部落 去做地方创生 因为呢 部落有很多的农夫 会种东西 不会买东西 所以呢 我一些在国外的一些经验 可以帮助他们 其实艺术可以 造就地方的产业 所以我在那边 成为一个叫 部落皇后艺术咖啡馆 那希望 可以把这些 部落没有的东西 比如艺术跟文化 可以引进之后 可以吸引观光潮过来 那这时候 我们就把部落的好物 分享给 推荐给一些观光客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阿美族的这个语言即将要消失 而且 有很多的 就是小孩子 其实已经不会说猫的话 那我们是五年级生 你们知道 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被禁止说母语 客家闽南 都没有办法说 就是联合国 世界文教组织 在研究 近20年来 全世界即将要消失的 台湾的原住民 就是其中一个 那所以我在想 趁这个语言即将要消失之前 我就赶快回部落 去跟好朋友 麻药笔厚 也是想去成立一个 全美语学校 阿美族的美 那希望透过 然后 就是在还来不及 在 还来得及的时候 就赶快去挽救这个 所以 回来很忙 我回来也很忙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是 但是这个候鸟感觉起来 真的是 后鸟到一个地方去 通常是要休息 过冬 但是你也从来都没有休息过 但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 就变得更加的 人生的色彩 变得更加的丰富 我们休息再回来继续聊 就是说 游喜夫优格尔回到部落之后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而这个事情如何的不设限 如何像一个野生的游喜夫 马上回来 好 回到南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阿美族的艺术家 游喜夫来聊天 游喜夫呢 希望大家叫他优格 这个优格 听起来很可口 是不是 重点是很可口 而且营养又健康 营养又健康 好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你就是因为刚才的原因 所以让你觉得你想要回到部落去 趁来得及的时候做点事情 那怎么做 这个是有人给你建议 还是说你怎么去摸索出来的 做这些事情 其实当候鸟的好处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眼界打开了 在看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idea 在旅行的时候吸收到 比如说爱丁堡国际艺术界 他们如何用艺术跟文化 缔造高经济价值的产品 然后比如说 有一些西班牙的一些小市集 他们是怎么玩的 有一些地方 他们是怎么办活动的 那有一些欧洲的一些商家 他们是怎么样的去去营造 他们的店面 然后可以可以可以 哇做的这么的有创意 不只是漂亮 而且是有创意 那我把在旅行世界各地的 这些养分吸收起来 然后再带回部落 把美感啦 还有那个办活动的know how 还有一些品牌的建立 还有行销的概念 都带回来之后 我很开心 近几年 我回来做地方创生四年了 我们把部落的米全部卖光光之外 我们也查两个部落的名字 然后我们跟部落的孩子 一起就是七层的艺术墙 也在去年得了文化部的国家公共艺术奖 哇 很开心 真的很棒耶 ok ok 那所以那个艺术墙 他就一直一直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会继续 那那画更多吗 还是 未来我会用艺术造村的概念 用艺术造村的概念 去装点这个部落 因为就是部落 就是一般的经济 当然都是农作物 但是有没有一个更高 经济价值的就是产物 那就是文化跟艺术 你看巴塞隆纳如果没有那个圣家堂 其实他的收入会会比较少 那他就是高地他的建筑 那个圣家堂 对 就是他的一些公园 对 那还有就是像在巴黎 如果没有这个罗浮宫 像在英国如果他没有这个大英博物馆 他就会相行私事 所以我在想 我看到了这些世界成功的案例 那我如何把它置入在自己的部落 所以就先用这些公共艺术 用公共艺术 因为美的东西谁不喜欢 对 就变成了一个地方的打卡景点 现在是变成 1937 这是花莲的境内 大家打卡的光点之一 对 那你部落的人的小孩子怎么看你 因为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说 因为你寻找自我 然后呢 你擦亮自己 然后呢 对于很多的 部落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标杆 或者说他们看你 你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也可以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蓝熊 你讲对了 其实当我们做好一件事情 或是成功案例的时候呢 但我们有一个 刚讲典范 应该是做出一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服 部落的孩子们 就是说 这个可以 那我们一定也可以 可以包含 我去主持国家地理频道 这些这么大的品牌 然后也不小心得奖了 然后我也 就是用自己的原住民当代艺术 去帮英国顶级房车 老师来市 美国人的地铁 美当劳的富邦银行的 艺术金融卡 捷运悠游卡 这些 我在做的这些 我希望可以 启发部落的孩子们 优格来自于部落 我可以 你们一定也可以 嗯 OK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么多的合作 这些合作 他们主动找到你的 对 对 没错没错 因为我在想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有 我很明确的艺术DNA 当一个艺术家 开始有自己很明确的 这些识别度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嗯 那你怎么找到这个DNA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说 说起来都很容易 而且你也做出来了 在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摸索 或者有什么样的挫折 这还是有没有那种 找不到的时候 当然有当然有 啊对啊 那是怎么样 就像之前我在 爱丁堡去敲门的时候 有些 伊朗的老板就是说 你这个颜色 嗯 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派 因为我画动物 也画花卉 然后我也画人物 但是说 我们不知道 你的识别度在什么地方 嗯 那个老板鼓励我就是说 你要 画一件东西 一直画一种东西就好了 不要变成杂户 你要变成精品 嗯 就是一事别多 那第二个又碰到我的恩师 岩长寿先生 嗯 你到底怎么认识岩长寿 是回到花东的时候 认识他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2009年 胡德夫老师 哦 把我引荐给岩长寿先生 也就是我的大天使 那那个时候 岩先生 就跟我讲 就说 根部画西画 你不是西方人 嗯 我鼓励你回到自己的根部画 自己的文化 那个才会有温度 才会改 嗯嗯 他也是一个 对 典型了我也推我的意义吧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我就把我的西画 改为现在的原住民当代艺术 嗯 现在画的更多 甚至画的整个南岛了 包括 就是 特交王国的 复活结岛的 还有纽西兰的毛利云 夏威夷等 那但是还是留在我自己的根部血液里面 那也因为有这个独特性 还有我这个 没有框架的颜色 就是眼才的颜色 就变成我的艺术DNA 那其实 其实要如何改变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 你愿不愿意去 去去认识你自己 去承认你自己 因为过去我有一种 对自我的颜色 我的出身感到自卑 甚至认同的这个问题 那我想的时候 其实我对我的肤色 其实感到很自卑 因为黑黑的嘛 在亚洲 黑就是丑白才是美 可是我不晓得 我到了欧洲之后 我这种被亚洲人唾弃 甚至黑黑的肤色 竟然是他们眼中的最顶级 最性感的 人家要去健康 健康帅多久才晒得出来这种颜色 他们说 你这个 我原来才知道 我这个肤色 竟然是他们眼中最顶级最性感的 Honey Brown Honey叫唐色 我才从 其实世界的眼光 在看待我自己的时候 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眼神 自己的艺术DNA很重要 特别是 承认你自己 当你回到你自己 跟不接受你自己的时候 你整个人生 整个生命是开始 会绽放的 嗯嗯嗯嗯 真的就是 要接受自己 对不对 要接受自己 但是接受自己要建立起自信 坦白讲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你觉得是幸运的成分多还是努力的成分多 都有欸 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讲 我觉得第一个是 是幸运 因为我碰到了很多的 天使的提西提拔 猜我有今天 当然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 其实啦啦队喊得再大声 跑步的人不跑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到终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些成分都有 嗯嗯 OK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啊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 慢慢建立起自信 然后呢 又容忍自己呢 不断的可以野放的 悠喜夫 才胆敢 接下一个节目 要当主持人 是不是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聊聊 这个机会怎么来的 好 好 回到联讯时机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 阿美族的艺术家 悠喜夫啊 这个悠哥来聊天啊 我们刚讲到呢 就是呃 因为 确实我觉得 呃 原住民族本来就是呃 比较奔放 就是阿美族呢 色彩也很斑烂啊 所以呢 其实这个部分就就表 像我们呃 访问那个江贤二老师 啊 他也是搬到台中 哇 这个颜色整个的就是亮了起来啊 整个的 人就像是春天到到来一样啊 就是非常的呃鲜艳 非常的讨人喜欢 但是到了就说你不断的不设限啊 到是别人啊 比方说找你说这个啊 叫南岛啊 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怎么样子去说服自己相信说你可以做得到 而且他们在过程当中还让你现场要画画 嗯 然后这一幅我真的觉得很棒啊 这叫生命之术生命术 对不对 是现场画出来的 他们有先跟你套好招跟你说 哎我们请你主持这个节目 然后要请你画一幅画 请你先准备好等等等之类的吗 当然大部分是还是会有一些脚本 那但是纪录片呢 他要因为要忠于真实 所以很多的时候也是要即兴 或是看呃现场的状况 因为现场的人事物地物 其实都一直在变化 所以你要有这个应变能力 那在画这件作品的时候呢 当然是 他们希望我创作一件作品 在当下我不知道要画什么东西 江老师画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画一个抽象画 因为其实抽象画是最容易的 当然其实看起来最容易也最难 因为呢 你画的不好 就是 这就是一个垃圾 画的好呢 你就有灵气 或者说人家看 人家觉得这个艺术性很高 因为这个中间 其实也是有界限的 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全英文主持 已经让我觉得已经很生老金了 然后第二个 这不是生活英文 这个是学术的DNA的 再讲这个南岛的起源 第三个 我又必须在现场创作 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 他是讲英文的吗 全英文的 哦OK 全英文的 所以他等于是对全球放送 他必须在台湾的 我拍的这个是 国家地理平台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他这个纪录片 他在台湾播放之外 他也在全球很多的国家 所以我们就是以英语为主 所以呢 其实压力很大 再加上现场创作 你知道没有办法重来 是没有办法NG的各位 所以 其实你在家里 在工作室自己画 我觉得这个很放松 但是要在镜头面前画 真的 而且镜头面前画之后 将来又有很多很多人在看 其实你可以讲的是那个压力 压力 压力真的是很大 但是你是抗压性要够 你心灵要够稳定 那当然这个我自己要做的功课 但是我很开心就是在镜头面前 我那天可能因为是在自己的家乡画 你知道那个 你又在环绕360度的美丽的画动作 我在天高地高的环境里面画 他这样你在户外吗 对我在屋顶 就在我家的屋顶 我鼓励你 看这一集 然后因为我在自己的环境 环境影响一个艺术创作者 然后我在那个地方 心里面是 是被安抚的 在这么棒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我创作的状况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还提前创作完成 所以创作完毕之后我吓一跳 那大家也觉得 他们就自助单位他们也很喜欢 所以这件作品呢后来 为什么是生命树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讲回到根部这件事情 那我是 我是因为回到了根部之后 我才慢慢慢慢的变成一个大树 因为能够成为一个大树 就可以成为一个底的人 我的果实可以分享给 很多的动物吃人们吃 还有我这个大树 还可以提一些很多的动物 就是遮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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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地方 那再另外一个就是讲到 就是所有南岛的起源是从台湾 那台湾是根部 分之三一出去之后 就到那么多的主导 那也刚好符合了 符合这个主题 符合这个主题 对 误导误状误出来的 就像我主持这个节目一样 哈哈哈哈 你那个主持这个节目 你有没有NG很多次 很少耶江老师 真的齁 但是导演他们很辛苦 我觉得很对不起导演他们 因为导演跟说 他们平常他们都会准备好一些台词 或者说有一些脚本嘛 通常我自己隐身的 我自己会自创 因为我背不起来 哈哈哈哈 我会背不起来 然后到最后 我会自己自创一些 那到最后 也因为可能自然他们局部 他们也觉得这个好像可以 就 嗯 很棒很棒 因为我也是 我是属于那种 不太会按照脚本讲的 所以我每一次讲的 都不一样 他们说 你讲一次 我们要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好了 再讲一次就不一样了 再讲一次就不一样 对就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心情 OK 所以对你来说 这样子主持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收获最大的就是 我可以重新认识我自己 更 更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同 有很清楚的这个看见 那第二个就是 我可以履行到很多 我没有到过的一些小岛 真的耶 去开我的眼界 然后我在看 然后在做这个 特别是在拍摄 还有后制作 你们知道其实最辛苦的 不是在拍摄 是后制作 后制当然 后制是声音的 然后其实我发现要做一个 你要参与后制吗 配置啊声音的配置 都要重新再录对不对 对啊 要重新再录 还要录一些旁白的东西 其实整个过程都来讲 就有点像震撼教育 但是很辛苦很辛苦 拍片的时候 我们到很 最最 你觉得最难忘的一次出外景 是在哪里 有一次 其实有很多次 有一次呢 我们是在拍阿 就是阿美竹如何 就是制造这个竹法 要飘向遥远的南太平洋区 那个时候呢 我们从制作这个竹法 要一直到划船 都要从头到尾 中早上九点就开始 上面七八月份 我最怕的是 快要四十几度 那个时候在 叫水灵部落 非常热 那下面因为我们要让那个 那个竹子 要有一个可以 有弯曲度 我们必须烧 上面已经热了 下面我又再烧东西 我都快晕倒了 然后等到呢 在你们拍这个之前 你会做竹法吗 不会不会 就是啊 所以我们要跟部落的 齐劳一起学习 他们在做 我们也在旁边当主持 那个时候呢 我发现拍完的时候呢 我全身流害 我的是身体 全部撕了 我一直担心 我会不会中暑 然后当场 昏倒 但是我发现呢 你的心里面 当你心里面 告诉你是 你说不能暈倒 不能暈倒 因为你一昏倒 全部的剧组人 全部就会停工 所以呢 我为了不影响到大家的 那个进度 所以我心里面 一直告诉你说 不可以昏倒 不可以昏倒 就这样子 我从早上九点 一直到下午五点 没有暈倒 还有另外一次呢 就是到东家王国去 那那边的阿姨 东家王国 我到那个地方去 就发现 诶 这个是我阿姨的脸 诶 我姑姑的脸 诶 这个是我叔叔的脸 我救救的脸 真的很像 真的是很像 那边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妈妈 一看到我就骂 我就说 你的妈妈是谁 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什么 怎么怎么啦 你的妈妈怎么把你养的 这么瘦 哈哈哈哈 因为那边的食物的 都是大地之母 都很大只 那我对他们来讲 虽然是看起来像 太瘦了 但是偏瘦了 真的都很大只 所以呢 我就觉得很有趣 每一个妈妈都是要把我扛回家 哈哈哈哈 养胖一点 太有趣了 诶那你跟东家 那你他们讲英文吗 这讲英文 哦 另外一个更印象深刻 就是到纽西兰那边去 因为很多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就像是阿美族的母语嘛 对 但英文可以通就是了 英文可以通 大部分的南太平洋的 伯利尼西兰都可以说英文 嗯 因为很多是属地嘛 很多都是属地 对对对对 是是是 没错 最让我印象深刻 最后一次到纽西兰的毛里的 毛里的学校 那我发现 我们的语言有百分之十很像 眼睛我们叫马大 他们也叫马大 然后呢 从一到五 你骂 也就是五 然后呢 鸡我们叫阿样 他们也叫阿样 鸡呢我们叫法非 他们也叫法非 所以我们后研究有百分之十的语言 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让我觉得哇哦 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传说 这个是 是 是有脉络 有脉络的 包含预言的这个研究 是 OK OK 我想这部分可能除了 就我们刚讲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 是你用生活去验证了 事实上的 他彼此之间的相似度跟 相通的地方 对不对 长相DNA 还包含预言 真的是 好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蓝线时间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达阿美族的艺术家 这个悠西夫悠哥来聊天啊 我们刚聊到这反正就是一路这样走来了啊 好那所以真的是 真的就是 很精彩 我才常在想说 你 你有没有想过那接下来 就是说你的生 你的人生的路好像从来没有被设计过 对不对 但是他就自然而然的 因为野放的关系 然后也不设限的关系 他就会自然而然长出一些 样子来 那这些样子呢 你也会常常会回过头来 让自己觉得很惊喜 那你有所以但你有想过说 你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还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接下来要干嘛 因为呢我如果 接下来知道要做什么的话 这个人生就没有冒险的 还有就没有乐趣了 我宁可让他自然而然的发生 就像我们野生 真的是这样子 有机无堵 我一直觉得 活在当下 比你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更重要 因为没有现在的当下 我觉得未来还没有来 那我们可以让他一切顺其自然 你觉得没有设限 跟让自己纯粹的处于一种野生状态 需要什么样心理准备吗 放下 然后不要想太多 那因为有的时候 这好难喔 有时候计划 有时候计划真的改不上变化 是啊 因为要做的就是 好好的活在当下 要享受每一个moment 然后未来 未来还没有还没有来 那你就好好的活在当下 那未来要怎么发生 我们就让他自然而然 我觉得这样子 豁然开朗的去看 看生命 我觉得会比较 压力不会这么大 对啊 而且也比较好玩 对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不断讲到就是 有媳妇他这个 这个等于是你自己的一个 人生哲学 我觉得这点 坦白讲 蛮不容易做到的 就是说你你对你每个一面而然的挑战 跟每个可能性 你都是用一个很放开的方式去拥抱他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总会觉得有得失啦 或者说会有些担心 或者说有一些 呃是不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 呃你如果先 呃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我通常在压力之下都做得不好 哎呀 对 因为你 有的时候我发现你六十分 我的 我的人生哲学是六十分就好了 然后剩下那四十分给自己再努力 然后呢再给自己调整的空间 因为你把自己放到一定要一百分 我跟你讲 你不开心旁边的人也会跟着不开心 因为没有人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呢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们才有这个空间去去成为更好的人 啊真的啊 所以你这样子都是六十分而已哦 哈哈哈哈 你的六十分会分数这个成绩表现的太好了一点 你这个啦 哎你这个是封面 我们这个有两个封面 这个封面只是被拍的 这是你的作品吗 对不对 呃这个是 对啊我觉得这很棒 这个是我设计 对但是是请我七岁的 郭小一的这个子女你帮我拍 啊 然后上面的颜色是我自己涂压克力颜料涂上去的 啊真的啊 在很短的时间几秒钟涂上去的 所以是真的画在脸上 真的涂在脸上 我以为是画在你的创作上 不是真的画在脸上 看起来很像对不对 对啊 就跟你说哥哥有练过 哈哈哈哈 哎我发现你的字 你的字画像都还不错 像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看 我听见自己的前面 这是多久以前的作品啊 那是2010年的作品 那是2010年的作品 也就是颜先生国内我画原住民当代艺术的时候 我画的第一批就是这些作品 OKOK 那你们这样子带着花环 事上是阿美族的习俗吗 花环是所有南岛族群都会带的花环 对啊 除了装置美学之外 也是一种祝福的意思 所以呢我也用花环来祝福我自己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祝福别人 在照顾别人 但是趁其何时 我们好好照顾自己 也祝福自己或是爱自己 嗯 我觉得你必须要爱你自己 之后 你才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去爱其他的人 嗯嗯嗯嗯 所以你这本书 你觉得你最想传递的 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声音 我最想要传递的就是 鼓励大家好好接受自己的颜色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肤色 因为每一个人的出身还有肤色 都有他被赋予的价值 嗯嗯嗯 所以对于那些啊 就是怀疑自己 甚至不确认自己的肤色 或是不知道自己的优点 或是说啊 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人 好好拥抱自己的颜色 拥抱那个真实的自己 嗯 因为当我们拥抱自己 接受自己之后 我们才会真正的快乐 快乐的人啊 这生命才会多财多质 对啊 而且他的可能性真的是 你你无法想象 对不对 就像是优席服一样 ok好非常谢谢这个优特 到我们的现场来 跟我们聊这么精彩的内容 谢谢了 谢谢谢谢 拜拜